第38题 小兰做透镜成像实验 眼睛透过一片突透镜观察一只蜡烛 看到的成像如右图所示 则蜡烛与透镜的距离可能为下列合者 我们从图示看得出来 他看到的是一个正立放大像 那我们晓得突透镜的成像性质 要放在焦点内才会成为一个正立放大虚像 所以这个距离是在焦点内 因此第38题问我们说 则蜡烛与透镜的距离可能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小于一倍焦距